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说明想 我们在节目当中 曾经多次探讨过 台湾育症的问题 也直接地点出 台湾监狱的爆量超收 不仅侵害到人权 降低教化的功能 当这个压力累积到了 濒临崩溃的边缘的时候 甚至还可能会引发监狱暴动 结果不幸严重 今年二十年 二月在高雄的大辽监狱 竟然发生了台湾预证室上 第一次有嫌犯 不但是破坏了枪械室 取得的枪支 甚至连点语掌都遭到了挟持 成为了人质 位在大辽乡的高雄监狱 法定收容人数2280人 但实际的收容人数 却始终没有少过这个数字 2015年2月11号 这一天 监狱的收容人数达到了2642人 监所人员的编制也不过256个人 就算所有人全眠不眠不休 平均下来 一个人也要管上10个人 管理人员的眼睛太少 那是一个警区 你关了那么多囚犯 却管理的人这么少 高雄监狱的高雄监狱的高雄监狱 被六把枪抵着头是什么感觉呢 建国大厂面的这种经验交流 在监狱里头说穿了 其实就是一种力量的展示 我们都有这些实战经验的事 肉肉强食 你要了解说监狱里面 或是监狱外面 或者在监狱外面 在监狱外面 我跟你说 那肉肉强食是很 不要说很欺欺 但真的常常有时候 有时候会面对生死的 谢谢 肉肉强食的监狱生死斗 这人为鸽子费的过来人 看多了 可别以为香港电影天宇 都是瞎掰 都是乱严 挖舞刀就很好用啊 对不对 我们里面什么东西 筷子啊 什么都很好用 可是他这就地青彩啊 也定则的段都可以差啦 进了牢房还要逞充斗等 还要惹是生非 那绝对不是一件聪明事 再怎么凶狠的大哥 等的不也就是 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吗 长岩道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怕就怕不管你怎么忍 你怎么退 你永远都等不到 出狱的那一天 既然没有明天可以等待 那何须惊天忍耐 你六个位置 左前 已经跑几岁了 不小不三 他一定要继续走下去 他已经坐在那里 已经继续走下去 带头策划的叫做郑李德 他本身背了28年 又6个月的游戟徒刑 和其他四名育友加起了 一共被判了167年又11个月 还加上有一个被判处 无企同行 眼看着假是遥遥无企 这些人决定放手 2015年2月11号 再过一个星期 就要过努力以后 来会的人变多了 监所的管理员 管理所当然变得更加忙碌 当然也就不会有人注意到 这么巧有6个人 同时以筋骨酸痛为理由 提出了看诊的需求 下午3点10分 这6名受刑人结束了工厂工作 按照规定离开工厂时 每个人都要 仔仔细细地被搜过一遍 那为什么会露掉那把剪刀呢 一把剪刀 就这样子被偷偷地夹带出了工厂 离奇的是 到了中央台再检查一次 还是没被发现 一把剪刀被拆开了 就变成两把利刃 这6个人等到被带进了卫生科 立刻亮刀动手 一名替代医呢 被刺上的大腿遭到夹食 你对他挟持一定要挟持 有用的吗 他挟持挟堆的 有测完 挟持谁 第一个替代医 他一定伤他了嘛 那你得要知道嘛 所以我去跟你说一下 你做什么样子 我真的 我是要给你知道 给你记会哦 他在建议关键啊 我们不能乱讲 我你记会 马上知道我们完真的 据传当天下午3点半 检索原本就要举行一场暴动演习 没想到竟然弄讲成真的 坏在哪里呢 副电议长不诚实 你面对没 你面对说 讲到什么 在演习 对 打到枪了呢 你还说演习 还正在演习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我把他讲以后 他很轻弹 他动作也能够做 我爱 我爱这台 他想要压下来 哪有可能的台 我刚才在办公室 在办公 服务员刚才有 那一部耍电 无信电的 呼叫和中央台 有状况这样子 然后就很多管理员 都冲往这些事去 然后突然 又有人冲进冲出的 就有人说有管理员受伤 赶快呼叫 救护车送医院 下午3点30分 以这6名受刑员 冲到了会客室 现场的监听主管 惊绝大事不妙 立刻按压紧急令 启动全间紧急应变机制 就紧急大作 那在这时刻 包括所有门都关起来 大门 所有的门都关起来 到大门口 就听到 里面有枪声 然后有好几辆警察赶到 然后里面有人 警员就喊说 有冲的又没有 意思是说有没有长枪 当时在会客室里头 还有几组的家属等待会见 女房管理人员相当有礼貌 委婉地把人请出会客室 被临时通知取消了会客 也不把原因给说清楚 有家属信信然地在现场发牢骚 不过随后看到这一幕就知道 现在的确不是一个会客的好时机 那五个温度而已 然后那个寿星人就从那会客室冲进来 然后三四个还是四五个啊 就是冲出来 然后管理人员也有牛蛋 寿星人有看到两个是拿那个锦刀啊 就架在那个管理人的脖子啊 他没有看到枪啊 对啊 那叫他在这三四七台呢 哦哦哦 啊这在后边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锦刀 冲出来你知道吗 啊冲出来 看不出来嘛 有一个玻璃嘛 他把那个铁咀 铁咀的文字送菲啊 阿龍宮市那些那些柵仔的柵仔你知道嗎 像柵仔柵仔 柵仔的柵仔有柵仔 那些柵仔的柵仔的柵仔的柵仔 那些柵仔的柵仔就開始了 本市就開始了 啊 比較疾患 才進出力了 可是他們一一線拿到那邊瑕疵的時候 是先往那個 先往那個面圍的爐口那邊跑 而且拿東西要砸破玻璃子 要從那邊跑的呢 你知道嗎 可是它不知道砸玻璃的那過程當中 現在的話你稍微震動一下就怎麼樣 那你怎麼把槍拿出來 對不對 他們才在裏開 他們要做的目的都沒有拿出來 去拿槍 我彈到這邊就好了 槍怎麼拿 這是永遠的秘密 這個水槳都沒有用 只會當 這六個人活過來 這個令人匪夷所思的謎題 根據法務部公布的調查報告指出 這六名嫌犯竟然是靠著滅火器高腳椅 花了半小時就破壞掉了三道不鏽鋼門 法務部司長證實囚犯已經取得槍制的消息 這六位受刑人就破壞了在介護科裡面的槍界室 奪取了65K2的副槍有四把長槍 還有這個90短槍六把 子彈有200多發 這六名受刑人不但搶到了槍 連介護科的科長 田御長都在他們手上 我現在已經不能講說他是真的氣壞 因為田御長有人講說他去的時候 人家對空鳴槍嘛 為什麼對空鳴槍 看到我這碼槍 你不要走 來 槍 你過來 過來 田御長要不要過來 你不來這裡 我會有事 田御長要不要過來 這是匣子 他可以跑嗎 可以啊 因為看到家長他也可以跑啊 可是坐在建議裡面你要往哪裡跑 所以田御長選擇什麼呢 好 過來 因為你要抓就是抓頭 田御長他在想我什麼 我是這邊的田御長 你有時候我們可以談 他身經百戰啊 超過30多年的他預證 陳世智也是我的介護科長啊 在20多年前我出建議之前 現在是田御長 現在又浪漫的時候被別拿著 我覺得他又難以置疑啊 他又心痛的地方啊 有癮痛的地方啊 他是面對生死耶 不論是被迫的還是自怨的 一座監獄的田御長以及介護科長 這兩大巨頭竟然遭到了假尺 已成事實 這六名囚犯搶了槍又抓了人 他們到底想幹嘛呢 甚至如果我知道他們拿槍 來來來來 也沒有那個乖乖說 已經暴動了 也沒有人會乖乖說 我沒有在家 沒有人 沒有人會乖乖 即便他不想出去 可是大家都在出去的時候 你會在那邊當作休息 因為當作是保重的 保重的 我們在裡面都 那是沒有開完眼鏡 但是一定要抽煙 抽煙要不要 我從哪裡來 那個管理人也會說 你要吃飽乖 也會不會嘛 特殊交情在別的地方 沒有人知道有可能 有可能會不會有 以前喔 二三十年前沒有看完眼鏡的時候 我們還有在抽煙 也就是夾帶起來 管理人員賣給我們 賣給雜魚 雜魚賣給我們 我們自己可惜起來 我要告訴你 我們就可以有那個 對啦 電視 火石啊 火石跟那個 燒一燒 摩一摩 稍微把火石 用進去再摸 滑滑的 再拿那個 那個叫做 這個鼻子 火石 打 敲一個 叫叫 在摩擦的時候 在摩擦的時候 它會產生火花 火花要噴到 睡覺它在棉被 比如說這是棉花 用在這邊 然後剪一剪 喔 我很顧我用啊 剪一剪 然後用水 用口水 然後貼在牆壁 所以裡面 沒有抽煙的時候 我們就有煙抽 我們又有辦法 膽點火的時候 暴動 簡單 有火 怎麼都可以燒 而且每個人都有棉被 對 有火都可以燒 所幸 最不想見到的狀況 沒有持續的擴大發生 其他求情還算穩定被控制住 這六個人 顯然只是想要自己逃 下午4點21分 東廁門出現了狀況 這是一名蔡新送貨員 當時陸下 囚犯和車檢站主任之間的對話 他當時鎖在廁所裡頭 深怕被擋途發現 他緊張到冷漢職貌 但他還是強做鎮定 把手機調成靜音的模式 透過了平常回報路況的群組 冷靜地 一字一句 把訊息傳遞出去 這六名囚犯在東廁門停留的時間 並不長 他們脅迫點獄長打電話給副點獄長 準備好兩輛車子 只要讓他們離開 他們絕對不會為難原職 兩輛車子已經開出來了 當然我要被偶在當面來做這個事 但是我知道 我說信我知道 那個車子進不來 進不來也有兩個 一個緊張不可靠進來 第二個就是我們那邊 有幾次進來都來通過 但是我現在不能就跟人講說 這個標牌車子 那我也馬上就變掉了 五輛牛背車的想法是 車子開到那邊 讓他們充滿風 會看到到車子 以保障後面人質的安全 兩部車子已經開出來了 正當這六名囚犯準備上車時 接獲通報的第一波支援警網 即使趕到了現場 雙方短兵向街 爆發了激烈的強烈 這個預防的有開 好像有開車過來要提供 我們把他做不能讓他走 絕對不能讓他離開 你們那邊有幾隻槍槍 說是帶兩隻來 那邊前面兩隻 注意到前方 注意到前方 六名派出所的員警 就力有力 靠著單薄的火力 開了11槍 硬是把這六名眾死犯 給逼回去 小心喔 好好 開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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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陣激烈火火過後 順利德等人不得不退回東側 鐵門上盡是彈痕翻翻 原警手持盾牌也遭到子彈的貫穿 所幸無人傷亡 警匪陷入了對置的狀態 這六名受刑人在車檢站搜到了一把手機 決定摳號媒體對外海 你剛剛講我們在 你剛剛講我們訴求是兩台車什麼 兩台車要給你們 對 他們答應我們 照著還在說 已經答應但是沒有給你們 一直沒跟我們說 不要逼我們動手 要不要接受抗議 好 我跟你說 這個陳靜新效應 他不打 打到沒 他 我告訴你 第一 他們知道出不去 出不去才打電話 求犯的做法說完 就要把事情擴大 一擴大 讓他失控的時候 因為事共的時候 也面對那個什麼 政府跟老百姓 事情擴大的時候 政府做事的時候 就別當阿爸 別當國家 他也是在保護自己 所以這是陳靜新效應 這六名的受刑人 企圖藉由新聞媒體的傳播 將自己形索成受害者 合理英雄化自身行為 他們的某些訴求 固然真實反映出在現行的 御政制度當中 的確有所謂檢討的空間 但是如此極端的手段 是絕對無法得到 社會大眾絲毫的同情 這起事件 在避免傷及人質的前提之下 警方始終希望 能夠避免採取 攻堅的搶勢作為 但是在缺乏專業裁判 人才的情況之下 警方究竟 要如何來化解這場危機 大型警備車火速運來支援警力 包括了高雄市行大 寶大特勤中隊 一共支援了超過350名的警力 將大寮監獄團團包圍 絕對不能讓這任王命祝福 通過封鎖線 特門 特別有人跟對數 因為他們要衝出來 所以我跟他開槍對打 現在他們退到裡面去 大概知道現場概況是怎麼樣嗎 還不行 現在有掌握了嗎 知道他們人員在什麼位置 是吧 知道 那我們大概有幾層的防護呢 高雄市警察局長陳嘉欣 在第一時間趕到的現場 他很快地勘察完現場的地形第五 完成了警力部署 並且做最後的任務提示 安全第一 那每一個府警都一定要重裝備 他也一直在探視 有時候會從這個側門的門 去看我們這個警力的嚴密情形 以及我們的制高點 他知道也沒有辦法逃窜了 位在東側門對面的劍不穩定 特勤工隊一共在這裡 部署了18名的狙擊手 兩人為一組 在可見的範圍之內 兼是約於人犯的一舉一動 其實是一次即發 因為他只要載 只要載毒離開那個車檢哨 我們就用狙擊槍 我們都瞄準他所有的 他的走動或者幹什麼 現場警力部署完畢之後 下個階段就是要和歹徒建立對話的管道 但由誰來談判呢 他的最主要是要業役 受限於 因為第一個時間 他們目的受到警方的攻堅 所以警方才不得不開始第三層談判 這也是不得已的選擇 警方找上了前市議員李榮宗幫忙談判 據說他和主前鄭立德頗有私交 晚間七點十分 李榮宗拎著八個便當兩瓶水兩包煙走進了特檢鎮 警方同時間也把嫌犯的家屬請到現場 希望動之一情 是要監禁勸他投降的嗎 沒想到卻得到了反效果 就抓狂了 害了對不起 我警方看到開槍了沒辦法 還在把那些家屬在家裡去 李榮宗前後進出了監獄三次 好說歹說就是無法勸響正利的 他就跟我說大哥你不要再欠我們了 我們其實不想看到明天就太陽了 他說老大你就把我的罪讓他記者 讓填台灣省的辦人知道我們聽他講話 他們犧牲沒有關係 晚間九點二十九分 李榮宗帶著兩張鄭立德的手稿走出了間鎮 由矯鎮署長公開宣讀他們的五點訴求 既然你們要給我們關到死 那是不是該讓我們有自主自給的能力 陳水扁假病可以把外救醫 監鎮比他嚴重的就不能把外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罪犯 活該 關死 那哈扁不是罪犯嗎 看著矯鎮署長一次一句 敵人出了正利益的文化自己 有人批評怎麼可以讓歹徒語取語情 堂堂的矯鎮署長 竟然成了歹徒的不保證 很多人在每一件事情之後 才有先見智能 你不能講說那個典禮黨怎麼樣的 你沒有在那個情境的抑鬱下 面對審視 什麼人家叫小警察 沒有人家說你叫小老老 我可以 兩前相愛起其心的說 在那個情境中裡面 不必有還兵之氣 還兵之氣是為了避免刺激歹徒 保全人質的安全 當夜母低垂整座監獄陷入不安的黑影 一通電話打進了李榮宗的手機 李榮宗講沒幾句之後 就把手機交給被夾持的 典禮長陳世智 透過新聞實況轉播 聽見背景有人說說笑笑的 令人大感不解 那究竟是一個什麼樣詭異的夾持現場 這些人拿了槍 對不對 他們也會自我調侃 因為都是英雄啊 因為都是人家不敢做他們做啊 台灣實際上的建議 有幾個囚犯能夠拖倒的時候拿到槍 瀟灑 他們奈何我 典禮長這個時候也被我們控制啦 以前我們都是被他控制 當然要笑他 對不對 當然要輕鬆啊 因為典禮長啊 我現在又被他們拿槍指著啦 旁邊人都在笑 對啊 你就沒辦法用槍 你當然 我叫你講什麼 你都要講什麼 這個有什麼好懷疑的 典禮長他講話 現在啊 你要把酒送過來啊 你不把高雅酒送過來 現在我是被他們擁有家的 我們知道 旁邊人當然會笑 接近午夜時分 竹聯邦大佬張安樂 他也到了現場 整理的要求 讓張安樂把酒帶進去 我兄弟和一天 好 我們是兄弟 其實要講 你們是安全 一天的路 他送了禮酒給我們 我們會讓我們六兄弟自己掛掛 好 結束了 一天的路 他連接不給我們的話 那我們就把人群都死了 有了夾子者 也許喝了酒 他本身情緒穩定 有夾子者喝了酒 情緒更爆發 所以這個是送酒類進去 原則上不是談判相當 但是在必要是 維基人質的安全 你必然需要一時 敦平哥哥聊 一瓶 警方最後決定 酒可以送 但不是由張安樂送進去 這個我沒有聽到訊息 他剛剛打電話說 準備酒給他 你們要準備攻堅是嗎 我必須準備酒了 你貴姓 我姓賴 我是副典獄長 為什麼會出人命 為什麼會出人命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 也要提供他的需求 不是嗎 我覺得你對典獄長不忠 典獄長的生命在你手上 我一定是效忠國家的 你效忠典獄長嗎 我效忠國家 不是 典獄長的生命值不值錢 那我是我的主事長官 他是不是公務員 是 那不是問題 他不是 你能保護嗎 你能保證嗎 你先保證給大家 我用生命保護我們國家 保護我們長官 你不要講那些細緯的話了 好 謝謝各位 他們出任何差錯 你能負責嗎 凌晨3點20分 一手交酒 一手放人 借戶科科長王世昌 平安獲得釋放 但危機還沒解除 典獄長還在他們手上 他們要攻堅了 你要注意喔 凌晨3點多 守在東側門的受刑人 真的以為警方要攻堅了 立刻對空鳴槍 隨後雙方爆發 黎明前 李榮松帶出了罪行的消息 鄭立德表示 只要看到當天早報 刊出他們的五點訴求 他們就會把典獄長放 沒想到清晨五點 突然再度傳出槍響 部署在製糕點自己手回報 六名囚犯 皆以撞向自己 他會跟他講 可以對打 說兄弟對不起 迷路好走 就彰彰彰彰 四個人打 他喊1 2 3 1 2 結果兩個彰彰彰 他們死以前 沒想到一千人酒 酒裡面可以放東西嗎 有放東西嗎 我們不知道 這不知道嗎 我們合理歡迎 得到警方的一些消息證實呢 是有四名歹徒 他們是已經是開槍自盡 而到目前為止 你要知道是還有兩名歹徒 可能還轄襲著點獄長 他們自殺 現在我照你頭 他們為什麼要自殺 他們想很多 想很多 想 再怎麼想 我的訴求已經達到了 他們好講好聽的 遵守承諾 他因為他已經打電話 跟白兩在背話的時候 就說 如果說他們不送酒來 我們就八個 因為那時候是 接務課長跟典議長 我們就八個 我們就一起死 然後你們就來了 我們 就 把人放了 我們 和一和我們兄弟上路 就掛一掛就 我們 掛就是一個一個死 掛一掛 他們遵守懲罰 第二個 他為了遵守諾言 即便我不想死 但是我們是一個 不是說聽 就是同案 同案 我們剛剛這樣 同進退 沒有 在那個氛圍下 他也 一定要走 一定要走 遭到夾持超過14小時的 典議長陳世智 毫髮無傷 但臉情疲憊地 自行走出了街戶區 一個說的就是一個故事 所以說在14個小時裡面 才有話題這樣 建立一些信任的夥伴關係 在那裡很完美地處理 後面的夥伴團的事 要離別的時候 大家就兄弟一場 他們就互相擁抱這樣而已 彼此六個人互相擁抱 對 那跟您的部分呢 跟我的部分就握手 握手 握手 有說些什麼嗎 沒有 沒有 因為這 我那時候也不能指定他們 就是我們管理員的那個 檢查站那個休息室 跟他們自產的那個 距離差不多五米 五米 對 所以有看到 那一定看到 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說不要見邪 那很遺憾 到後來的結果還是見到邪 所以說 我認為說 我處置這個是不成功的 今天不管國家當局 國務部怎樣對他 或是輿論怎麼說他 或是他帶過的囚犯 我還是說我這個長官 不要說光鋒技業 至少我說他是高鋒兩級 很有絕操的一個 點議長 很有絕操的界衛課長 我敬佩他 他的操手很好 我不是歌功上重德 我不需要 我跟他沒有利害關係 不過我告訴你 一個人面對生死攸關的時候 什麼事情連都不重要 生關不生關 要不要再做點議長 對他已經沒有關係了 已經看淡了 不是淡薄明智 生死攸關的事 還會在乎這些 笑話 遭到賈持的點議長陳世智 他從一開始被法務部捧為 是勇於認識的英雄 但在經過二次調查之後 短短的也不過是十幾天的時間 英雄瞬間被打成了狗熊了 法務部的態度大逆轉 痛疲陳世智督導無方 行事草率 錯失了震報的先機 如果這六名前犯 不是因為被趕到了警網開槍 逼回了監所 一旦讓他們跑出來 後果不堪設想 由於在整個過程當中 發生了許許多多 令人無法理解的 離譜錯誤和疑點 因此陰謀論四起 法醫高大成甚至公開指議 這六名囚犯 真的是舉槍自盡身亡的嗎 難道沒有一點點 加工的嫌疑嗎 後來法務部這份調查報告 還特別經由 國際的見識專家 李昌宇背書 這才稍稍化洗了 外界對真起事件的疑慮 而經過真起事件 我們應該思考的是 我們的監獄 它設置的功能 只是要把這些罪犯 關起來言不見為禁嗎 如果他沒有辦法發揮 他應該發揮著 教化的功能 那麼即使我們蓋 再多的監獄 永遠會有關不完的犯人 稍後回來 我們就要告訴你 這位老鷹哥 他曾經是四海幫的大哥 被關進死亡的日子 他如何面對沒有明天的明天呢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台灣幾次路 我跟我們講 一個曾經天天喊打喊殺的 黑道大哥 他究竟經歷什麼樣的遭遇 讓他從黑道變成團道呢 你可以試著拿一下 因為他不是普通的重 讓我拿著要吃辣辣 真的很臭 我跟妳講 所以一般的不良少年 絕對不敢靠在他旁邊 他大概幾公斤啊 這可能三十以上 住著拐杖 卻見步如飛的走上不歸路 無非是家庭分爭多 你弄四母親是二房 父母之間爭吵不斷 加上他出生七個月 就罹患小兒麻痺 因為生病 從小備受母親疼愛 養成他嬌寵個性 也因此引來兄長的嫉妒 因為他把我推倒 我就一定倒下去 倒下去 我就拿拐杖掃他們的腳 如果他跑得不快 他的腳就一定被我打 打到的時候 他就要蹲在那邊 我就會門卡他了 李龍四說他從小 就被叫掰咖 童年充滿各種危險 哥哥們的惡意攻擊 拐杖被藏起來 野狗圍攻他 他開始知道 跑步 跑不贏別人 但一定要比別人狠 這樣才不會被欺負 早熟個性讓他心機狡詐 更讓他很快學會 以暴制暴 你敢用刀捅人 你才是去打贏 你何必 何必拿刀 拿著什麼刀 我錢筆刀捅人 我也是贏 他腦子他不敢砍 他都會贏我 當時未滿17歲的李龍四 已經過著刀口上填血的日子 有人要跟我們討保護費 我在想 這好像是我的工作 怎麼會換班 我真的叫他隔天來 隔天你再來拿錢 他真的來 來我就給他扛 他偏偏那時候 中山分渠那邊 行我這幾乎 馬上當場逮到 即便入獄 玲瓏不改暴力 沒有自由的鐵窗生活 都沒能讓這隻驕傲的老鷹折翼 我這隻手是彎的 是被扭的 警察局在問話 是會用心的 監獄 沒讓玲瓏改過相扇 反而讓他加入幫派 半年後出獄 從年輕的小流氓 進階到四海幫大哥 做起壞事更加肆無忌憚 我那時的想法很幼稚 認為關過了 關也是這樣而已 進去裡面 當然會像狗熊 就是這樣 因為年紀輕 就出來的時候 怎麼知道天高地厚 他開始開賭場 文生館 黑道恩怨從沒間斷 被提報為假極流氓 22歲那一年 帶著小弟們討賭債 殺到債主家中 搶錢還打傷了人 結果搶劫 恐嚇等罪名 讓他再入獄 但這一次 林隆寺被起訴 求處死刑 我在監獄關的時候 我少少的地獄殺死 沒有多久 我少少的地獄被殺死 托人太多了 天天都在想 這個要怎麼抱 這個要怎麼托人太多 天天想 天天就在那邊講 這個人對我什麼 弄得真的不是人在過的生 還不痛苦 家庭巨變滿腔的復仇想法 但一個死刑犯能做什麼呢 林隆寺在獄中相當煎熬 激進精神崩潰 嘴巴講說不怕死 可是從 要睡睡不著 睡著的不願意 你覺得他是怕死啊不怕死 臺北看錯過以前 恰比是四五點 天還沒有亮 天一拉開 人就架出去 天要亮的時候 聽到全聲 亡命之徒 誰有資格談未來呢 大家不是在聊天 雖然都聊天都聊過去 三年前進來的 再怎麼聊去 三年前的事 兩年前的 一年前的後 半年前都聊過去 沒有人談未來 這是我警戒到的 沒有人談到 以後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愛當老大的 林隆寺開始思考 他能夠再囂張多久 砍了多少人 搶過多少錢 黑道上的英勇事蹟 開始變得渺小 獄中的每個夜晚 林隆寺沒有一天睡得安心 為什麼晚上執勤的建議長官 他們都穿布鞋 以前是穿皮鞋的時候 走那個 以前是這樣 腳步聲走到你 射法裡面 你害怕是不是還要開門 也不知道你有沒有 你不會是不是要托你下去 那個精神壓力 心理壓力一定有 每次是到天要亮的時候 再睡著 想睡的時候睡不著 睡著了也不願意醒 所以建議裡面有一句話說 睡不著 死刑的威脅一天一天都在加深 恐懼開始吞噬玲瓷 他每天都不敢起床 面對自己死刑犯的身份 報紙都會看得到 某某人死刑定宴近日即將執行 只是兩行字或是幾行字的報紙 會不會看出來 我們只要看到那個有剪小洞 就知道這個人死刑撲毀了 死刑撲毀的時候很快就要槍斃了 我到底有沒有回來 那是我才想我要不要改變 如果我要改變 要變到怎樣的程度 都已經走到死胡桶裡 零龍寺開始把握所剩不多的日子 開始大量閱讀書籍 小說 雜誌 什麼都看 讀了上千本 因為哪一天上刑場 不知道 零龍寺說真的會開始慌 會開始落寞 沒有信仰的都得找個寄託 要復仇的想法是 我面對死刑的時候 只要我活下去 我出去就要復仇 那時候支持我活下去的就是 我要復仇 那是最後一次 可是在裡面我就被改變了 報仇的仇人很多 有一天我殺死這個人 這個人什麼人 要為他報仇 我會不會被殺 這個武俠劇情武俠片就演不完 所以那個觀念一直來的時候 我心中很沮喪也很痛苦 內心很腳痛 我在街議裡面人家都拍白 意思說你這個是很不好管理的 但是他知道我信耶穌以後 在後期的三四年過的改變 然後慢慢就安靜接受現實 然後自己又突破 每天一早起床 林隆寺就讀聖經 寫筆記 看書 寫文章 下午就看報紙 晚上就練習寫毛筆字 生活開始更規律了 我覺得就是在街議裡面 在街議裡面關 或是在街議裡面的困 我覺得那是我的家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信仰改變 我還是在街議關 也會面臨死刑 要不然就被人打死 林隆寺決心要脫離黑道 不知道是巧合還是真的有神蹟 就在此時原本檢察官起訴求處死刑 但法官判決有期徒刑十二年 林隆寺服刑八年就獲釋 這個只能夠問司法當中 他沒有抓到同案 我把這個案子就停下來 在刑警隊被問的時候 通通都是抽號 他也抓不到人 造成 因為我守了江湖道義 在裡面那個快八年的時間 很多的經歷 我遇到神 那我真知道上帝還要有 曾經無惡不作 林隆寺出獄的那一天 決定改頭換面 讀了神學院跟著教會生活 二十多年如一日 成為兄弟的教會師 我曾在巴比倫 你何別坐下 你知道他的傳送方式嗎 唱詩歌是不是 然後分享他 他跟別人不一樣 他唱歌的時候 他是很用力的 有生命在場 很出力的 我可以感覺到 真的不是大聲 反正我的心裡 就會被他打動 阿海就是 林隆寺最成功的輔導個案 過往商人吸毒放高利貸 前科累累 現在的他 外表斯文 不僅是為稱職的業務 也在獄中傳福音 四年前 在獄中戒毒般 遇到林隆寺 改變了 他荒唐一生 他真的是很用力 那個用力 不是說他講話很大聲 那個大聲就是 要把你們叫我精神 不要再沉醉了 不要再迷糊了 直到現在阿海三不五時 還是會來找林大哥 泡茶聊天 近幾年 林隆寺更在信義區 承租一棟老公寓 就叫做 老鷹故事文創工坊 這裡都在整理 而且要搬了 因為房租到期 林隆寺正在計劃找新的落腳處 能讓他像以往一樣 一樓做皮雕 二樓免費收容皆有 輔導中錯身 這是宜蘭監獄的 老鷹故事這間工作室 經常會收到監獄內的來信 因為林隆寺總散佈時 就回到老地方監獄傳福音 這些都是邊緣人 從監獄出來的很多 然後他們 他們要找工作不容易 所以他們就用資源回收 全國辦一二十年的也有 一個辦了五起的也有 我不認識他們 有一個才 逛過少年換監獄就聽過我的 所以在這邊一聽到我的時候 他就反悔以前在金融裡面去住 他說 我是傳奇人物 但這些獄中傳福音的日子 他說 他永遠忘不了 看到過往仇人 難霸天楊霜武的那一天 我跟你講裡面很固執 楊霜武他打死 我大哥李衛銘來報仇 想問他對不起 就是想我心不理想 我要不要報仇 如果要在黑道上 我一定要先把楊霜武先打死 對不對 我才能夠揚明立彎 我要不要報仇 1986年 因為政府掃黑 前四海幫幫主劉偉銘 躲到日本 卻被當時十大槍擊要犯楊霜武殺害 消息一出震驚全台灣黑白兩道 林容寺沒想到 有機會會再碰面 那時候很糾纏 內心很糾纏 我是這樣的人 我應該對他怎麼樣 但是你信了耶穌 你悔改 楊霜武他也知道 還在那裡吃飯 他說 你也難得不了我 這心情能有多歐就有多歐 殺大哥的仇人就近在眼前 拿刀砍殺 拿槍射殺仗的念頭 都不知道在玲瓏寺腦海中 演練過好幾回了 如今卻得拿著一把吉他 唱著詩歌叫化他 本來應該拿武器的 變成拿業器的 真的 你的聲音 生透到他的心 對 他能夠對你怎麼樣 眼睛看著看著 如果把你壓下 林容寺離開了江湖 卻投身另一個領域 撒播宗教的種子 曾經是有仇必報的狠角色 如今傳道想盡辦法 引領迷途羔羊 希望這些兄弟 有一天能跟他一樣 放下了暴力與仇恨 既然出監獄還要報仇 以後又不是要被關去 要被槍斃 要不然被槍殺 我的結果先想清楚 請問我幹嘛還要出監獄 國際人權規範呢 在監獄裡頭每個收容人 應該要分配到0.7坪的活動空間 就像是我腳下踩的 這樣子的大小空間 但事實上在台灣的監獄 由於目前超速的情況之下 每一名收容人 他們只能夠分配到 大約是0.3到0.4坪 你看看一個人整天 被關在這麼狹暗的空間裡頭 人心難免浮躁不安 萬一發生一個什麼樣的意外 請記住他們是被 可以反鎖在這個密閉空間裡頭的 這個管理員主任呢 身上只有一根警棍 還有一個無線隊講機 請記 請記 所有人員晚安 晚安 警察他們的身上 有沒有攜帶微禁物品 因為我們工廠 他們可能有一些利器啊 或是一些其他的 一些微禁的一些東西 可能比較多 那就是檢查他們 有沒有確實把這些東西 留在工廠裡面 請記住 對一般人而言 下班是休息的同意思 但對他們來說 收工 則是漫漫長夜的開始 好 台北監獄大約五點收封 平常散步在各個教區的介護 在這個時候開始進行 集中精神 監控獸行人的腳步 彰化監獄更規定 每個轉彎處 都必須要沿著地面的紅線走直腳步 只要誰的一個腳步偏移了 可能就有問題 這是一天之中 最緊張的時刻之一 因為這些人 即將被剝奪更多的自由空氣 一個一個獸行人余貫的走進車 一二三四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北監的大設房四五坪的大小 竟然擠進了19個人 人跟人的活動空間 如果在一個比較狹小的範圍裡面 確實是比較容易會有一些肢體的碰撞 跟摩擦的發生 19人還算少的 北監最爆炸的時候 曾經一間擠了22個人 殺丁魚罐頭般的牢房 連基層的介護人員看來都不忍心 而張堅相對寬敞多了 一射12個人 進入設房之後 每個動作都有SOP 脫下的拖鞋交給一個人整齊疊好 收進了水桶 夜間用水擺好 後方墊高的小坊間就是廁所 那一集的時候不管多尷尬 也得當著十幾個人面前蹲下 解決生理需求接著排排坐 這個時候 每個人肩並著肩 膝蓋碰著膝蓋 原來在假日不開封的時間 把早餐 中餐 晚餐 通過這個送屋孔送進來給同學享用 原來每天的收風只是小case 週休假日才可怕 整整兩天半 所有的人都只能夠擠在設房 大眼瞪小眼 每個人光坐著吃飯 幾乎就把空間給全佔滿 躺平 那會怎麼樣呢 真的很痛苦 很難睡 我旁邊那時候我還記得睡一個胖子 他直接壓在我身上 沒辦法 你要起來的話 要去上廁所 你要是要再三考慮 原來你一起來的話位置就沒了 晚上睡覺變成大家會貼著睡覺 連最基本的人權空間 我覺得都已經消失了 並不是說像外面社會上所講的 每一個人的活動空間有幾坪幾坪 其實沒有 每個人都是貼著 身體貼著身體晚上睡覺 大家在觀已經心情都很不好了 常常會為了睡覺的事情 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去打架 去影響到心情 原來坐牢是這個樣子 不只是剝奪你的自由 還剝奪人之為人最基本的 物理空間需求 在夏天的夜裡 設房裡悶濕又燥熱 十幾個大男人擠在一塊兒 散發出了熱氣 不用轉目取火 也能夠養出火棉 我們這邊確實偶爾也會發生一些 可能喧鬧啊 或者說有時候會有一些 增值肢體的碰撞的狀況 但是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後續 我們在我們的管理上 如何做一個處置 如何將在增值 在情緒狀態的兩個 讓它平靜下來 其實是有一點不太人道 因為畢竟他們這樣睡得那麼擁擠 然後在我們有限的生活設施裡面 其實真的對他們來講 是心裡面滿大的負擔 那這一方面的話 相對之下我們同仁 在對他們一些生活要求上的話 其實也是比較放鬆的 一個監獄關這麼多人 不只囚犯的心理壓力大 管理人員更是緊張 全北間超過3600個員犯 管理人員才區區228個人 表面上 管理人員和收容員的比數是 一比15.8 但街火人員必須從早上的8點 一路上到了隔天的早上9點鐘 就好像我們經過激烈運動完以後 基本上早上退班回去 大概到下午以後才會起來 工作的強度太大 只一整天得休息一天 所以每天當班的頂多百人 到了晚上 主任管理員和教會師都下班了 介護人員再砍班 就我們看到這一條的走道 我們的綜藝社 晚上的夜間警力是一位 然後一個時段是一位 只要送人他們醒的時間 基本上就是我們下班的時間 你把這些人設過天院送到監獄去 請問監獄有沒有那麼多的人力的物質 可以撐得起這一群 他們整天是待在監獄裡面 不像我們還可以移動 他們不是就整天就待在那個地方 你某種程度上要讓它 有一點物理性的空間 讓它能夠伸展 這種管理會不會出事情 當然會出事情 管理人員一比兩百 兩百個螞蟻也可以咬死一頭像 感謝您收看今天台灣啟示錄 我這邊想我們再會了